唐朝年间 邻国高地几次派兵挑衅中原 唐太宗帝市民一怒之下 率军亲征高地 唐军在前线与高地军打战了四天四夜 血光冲天 生灵涂毯 之后唐军在城外驻扎休养 报 唐军疲惫不堪 粮草将近正在城外驻扎休养 好 我们屯兵搏战 逼唐军退兵 快到天黑时 李世民命几千唐军前往挑战 没几个回合 唐军战地不知纷纷撤退 高丽军将他们赶进了一座山脉 李世民轻率五万士兵救援 这时高地大军来了 他们一山结阵排了四十里长 将五万多唐军团团包围 唐军连夜商讨突围的计策 李世民命各位将领率兵前往西边峡谷和北边峡谷埋伏 约定第二天以鼓声为号 一起突飞出去 四日 天蒙蒙亮时 山谷起了大雾 西边峡谷中的唐军 借着雾气在山谷中排兵补阵 水料 天气突变 云开雾散 太阳出来了 唐军被高地群发现 双方厮杀了起来 人精马断 喊杀正天 唐军显出了巨大的危机之处 李世民听声下巴 抽出宝剑对天启示 纵使此战不能胜 也要保我将士性命 观世音菩萨 可以救人于危难之中 仅我李世民不为自己苟活 但愿这山谷中几万战士的性命 得以保存 我死而足以 这话刚说完没多久 天呼地阴了下来 山峰四起 随时奔走 双方军士都被大风闭了眼 十几万人顿时鸭雀无声 忽然从天上飞下一位金甲神将 身材高大无比 那神将大喝一声 随其冲入高地的阵营 所到之处人人倒地昏迷 惊得双方目瞪口呆 李世民当今立团 即刻命定所有部队 都向着那金甲神将打通的道路 突飞出去 突飞成功后 众人望见天边升起一道彩虹 彩虹下红云蒸腾形成一朵莲花 莲花上坐着一尊观音菩萨 面目威严 上天有好生之德 希望尔等从今往后 化解冤结 行善积德 归依三宝 切勿再造杀业 李世民连忙带着唐军 向着天边礼拜 久不久不起 唐军开宣后 李世民下令大建庙宇 速起了一座观音像 朝夕供奉 并从此修斩 善待百姓 百姓也纷纷流传 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故事 供养三宝 吃素念经 解杀放生 唐朝从此国泰民安 成为开源圣士 史称 争观之旨 这次观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威德观音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